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 就是无论你是现在做YouTube也好 或者是未来有打算 就是想做YouTube的朋友 都应该要留意和小心的一件事 这件事基本上 应该整个韩国有看YouTube的朋友 应该都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我自己个人意见 就会觉得是一件诈骗的事件 但是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会觉得双方都有错 那怎么可以算是诈骗呢 只可以说自己太蠢了 没看清楚 听完我讲解之后 大家自己做判断吧 其实这件事是很长很复杂的 现在都正在进行的 但是只可以简单地跟大家说 就是韩国有个女生YouTuber 叫做 她目前的订阅数是30万订阅 她影片的内容 其实是说一些乡农的生活 那她的人物性格 就是比较傻傻奸奸 是很善良 其实是太善良 所以是经常被人欺负 一看下去就觉得 是很容易被骗的 那种性格 而她除了做YouTube之外 其实她也做了一个叫做AfricaTV 是一个直播的节目 然后她也自己 曾经在AfricaTV里面说过 她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一直被人骗的 就是她以前的同学 她的朋友 是因为她太善良 所以很想欺负她 然后她形容自己就是说 她是善良到 就算身边人本身对善良 都会令到那些人很想去欺负她 是从小到大被骗过来 她自己也知道的 但是她是一直改不到她的个性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造成了 今次她被骗的事件 那话说就是有个叫做TOKYOUNG 也是男生的YouTuber 她有很多订阅知名度很高 同时她的形象也挺好的 所以呢 她也会认识很多YouTuber 也有很多YouTuber相信她 然后在某一天 TOKYOUNG就因为TOKYOUNG的关系 就进了一个叫做ACC agency的公司 就是专签YouTuber的 那当时TOKYOUNG是不知道公司的代表就是TOKYOUNG 她以为TOKYOUNG是一个帮忙带她入公司的人 她一开始还很感谢TOKYOUNG 签约的时候TOKYOUNG是有6万订阅的 但是TOKYOUNG在签约的时候 她是没有看到合约 直接就签了约 原因是她觉得TOKYOUNG的形象很好 然后她又很相信TOKYOUNG 然后因为TOKYOUNG公司的人就说 只是把纸账你相信TOKYOUNG就可以了 因为她本身的性格是容易被人骗的 所以她就相信这些说话 然后就合约没看过 然后就签了纸了 那在签约之后才慢慢发现 原来合约的内容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一就是YouTube的收入 TOKYO和公司是要5比5分 因为其实正常来说 做YouTube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通常是8比2、7比3 其实最多都是6比4 其实去到5比5 是真的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比例 但是以我所知 韩国其实都有这些比例 因为我身边也有韩国YouTube朋友 所以我有听过她们说过 但是其实公司和创作者之间 那个commission抽成的比例 是调节的 其实如果公司抽得越多的话 相对上公司对创作者的付出是要更多的 但是根据托渣的说法 就是什么支援都没有 甚至托渣其实是有三位剪接师的 但是三位剪接师 都是要用托渣自己分的50%收入之中 再去给出来 那三个剪接师总共加密 就是550万Won 但是因为YouTube的收益是5比5 所以其实她本身已经赚不多 再在赚不多之中 要将550万Won抽出来给剪接师 是非常不公平的 她是到后来慢慢才发觉 好像有点不适合 然后她后来有跟公司说这件事 就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但是公司的说法就是 因为当初我说 我们说会提供剪接师给你的时候 你因为某些原因而拒绝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支援你了 把波推回给托渣 然后第二点就是 合约期间是三年的 如果三年内要解约的话 维约金是1亿Won 1亿Won就是港币60万 台币240万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 然后第三点也是最不合理的一点 就是托渣自己的频道 所有权是会给公司 这三年来做的所有努力 全部都会给公司 这是绝对非常不像话的合约条件 其实托渣已经签约了大概两年 其实他的合约期间只剩一年 但是做了两年之后 托渣开始觉得受不了 因为他每个月赚回来的钱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全部奉献给剪接师 然后因为这件事 其实他跟公司都打过电话 然后见面都聊过 公司的立场都是非常企硬的 所以托渣是觉得很辛苦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之前 就出了一条片就是 我以后不再做YouTube 因而这样 这件事才爆发出来 因为密码已经变了 所以他是进不了自己的频道 所以就没有再更新 然后AfricaTV 他本身说会继续做 但现在可能他身心太疲累 所以暂时暂停了 但他最后一条片里有说 因为他现在30万订阅 其实他想做一个30万的 event 给订阅他的朋友 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拖延了 他就说希望迟些可以再做30万的回馈活动 说话就这样说了 但结果是怎样呢 就暂时未可以得知了 好 这件事到现在 是发生到什么的一个地步 说到最后 真的一定要采取法律的行动 才可以解决这件事 但本身托者和他家人都觉得 实在是太心心疲累 也是觉得如果要打官司的话 时间又很长 只会是越来越辛苦 所以他本身是想着放弃去告TOKYO 但这件事实在太震惊全韩国 所以有很多律师 都是主动自动请英 帮他免费打官司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1位律师 主动答应了帮他打官司 所以TOKYO是因为得到很多观众的支持 以及这么多位律师的帮助之下 他才决定要告TOKYO 这件事爆发出来之后 也有几个Youtuber 被发现原来之前 都是受到类似的经历 只是他们当时没有说出来 但因为TOKYO 这件事 他们也纷纷把自己的苦放 说出来 暂时要所知 加上TOKYO 是有四个Youtuber 都是遭受同一件事 还是被同一个人 还要是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其实都不完全是TOKYO 错了 他没错 他是想骗人 但是TOKYO 也不是没错 为什么他签合约之前 他没看清楚呢 为什么他那么相信TOKYO 在这方面 我就不评论了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拍片 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呢 就是我觉得 因为其实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会想做Youtube 其实Youtuber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业 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是正常的 其实我 在四年前 其实我都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是盲中中的去 到过这四年 但是因为Youtuber 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MCN公司 都有机会会变得越来越多 虽然现在在台湾和香港 其实数来数来都几间 但是 不知道Journal 会发生什么事的嘛 可能现在做Youtube的 你是未签公司 但是有机会 可能Journal 你会签公司的时候 签合约是真的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 一个环节 因为合约的内容 其实好像图渣 他就因为没看 就真的信了 说话的人 就变了现在要打官司 那么麻烦 还有很多刚刚做Youtube的朋友 都会觉得 对于数字没有什么概念 可能一开始觉得 就是一个小数目而已 但是 其实随着自己 一路会这样成长 你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 其实自己的变化可以很大 可能比如是金钱上的 这些数字 那个差距就会很大 所以一开始 每一行 每一只字 都要看清楚 是跟公司的人 互相确认清楚 才好签名 或者扔人 作为一个 都算是过来人的身份 虽然我自己 非常之幸运 非常之幸运 我是没有经历过 任何的 MCN公司的这些诈骗 但其实我们有 韩国公司 香港公司 和台湾公司 签合约的经验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香港公司 和台湾公司 签合约的环境和情况 是会比较理想一点的 因为始终 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话 始终中文繁体字 都是我来说 最熟悉的语言 所以在确认合约的时候 当然 不便的程度 是会最低的 但跟韩国公司 签约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 会有点点很难度 是用韩文来签的 合约是韩文来的 有可能会有英文版 或者中文版 但是 他们会以韩文版为准 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都是没用的 但是韩文版 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些 非常之 心裔的 一些专业的词汇 所以其实会看到 非常之头痛 然后有一些语言艺术 就会可能 令你看合约的时候 你以为听明白了 但其实 原来你是听错的意思 而且 如果你的年纪 比较小 可能你刚刚 成年没多久 其实我真的建议 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签约 因为 始终爸爸妈妈 吃盐 比你吃米 所以 就算它是对 YouTube有多不认识 也好 但父母始终会有一个 概念 所以 真的非常之建议 跟家人一起去 进行一些 比较高风险的 签合约的 动作 那我是因为 在目前来说 我都未见到 中华圈有这些 诈骗的事件发生 所以我才把这次韩国的YouTube事件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 注意一下 然后 也可以提防一下 这些 可能都会有机会发生的 一些事件 关于托仔这件事 其实我本身是想再 讲详细一点的版本给大家听 但因为它这件事 发生了没多久 一个星期 而且它每一天都在更新 所以其实 要说的话 我真的说不完 但大概 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说了 如果大家 认识韩文的话 大家可以 上网上搜索 我目前没有看到 任何一篇 关于这件事的 中文报道 所以 都很难 找给大家看 因为这件事 算是挺大的一件事 所以其实是 很多不同的YouTuber 都有纷纷 在他们自己的channel上 去说这件事 去分析说明 其实我也是 看了很多条片 我自己归纳出来的一个大概 但我希望用这些资料 都可以 帮助到大家 是 做到一个 提醒大家的作用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我按照我 记得followIG 就可以知道我在韩国的最新状况 记得按下订阅和小铃铛 就不怕做个最新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